这个编号不存在 可是你却输入的话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用下拉清单 最好是怎么样 这个旁边有个下拉清单 然后我选的时候 自动把这个编号 帮我怎么样 直接带到这边来 放在那个下拉清单里面 然后我用选的 选的基本上 当然错误率会比较低了 可是问题 我要怎么把那个下拉清单给建立 好不好 根本没有做过那个下拉清单 这个下拉清单 基本上你可以使用那个 资料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叫资料验证 不过资料验证里面的话 它会有个所谓的清单 它会问你来源 不过我的习惯是 当然你可以直接这样选 不过我的习惯是 来源尽量用名称 为什么用前面讲过F3 所以我的习惯是 一一先把这个编号 到下面这个范围 先做什么 先做那个公式里面 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 先把它建立一个名称 叫做编号 所以你会看到编号这边就有了 它在这里 这个范围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直接在这边 利用什么了 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把这一个储存格 改成清单 它的来源呢 F3 就是刚刚的编号 按个确定 再一个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下拉清单呢 就出现了 OK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应该就不会错了 如果连这个都还会错 那就没话说了 所以第一个单 如果你要避免错误的话 以后干脆就用做很多的清单 然后它会自动带出其他的资料 所以清单自动带出资料 其实做法就类似像这样 只是说以后你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 不同啦 所以基本上就是改个方向而已 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刚刚我们用到一个函数叫Raw 那Raw函数之外 其实呢 还有叫Color函数 Color函数就是找 就是你现在储存格 它的栏是哪一栏 所以呢 底下呢 我有一个练习题 请各位试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99乘法表 那请你做出这样的效果 并且利用Color跟Raw做出来 有没有办法 那基本上呢 我刚刚讲过就是 假设了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说 刚刚这一题 也许在新增一个工作表 你新增工作表之后的话 然后 我们在这边名称叫99乘法表 那我希望呢 最后做出来了结果 看到的是1乘1等于1 那这个1的话 前面这个指的是它哪一栏 后面这个是它哪一列 那最后是相成的结果 那当然这个后面到998 这个底下是我做一个之后 我向右 向下 一次就做完了 OK 那这样要怎么做 OK 答案在底下 不过你先不要看 先假设你没有看到 OK 想一下 基本上 它逻辑 就是先抓到哪一栏 然后乘上 所以这个是串切的 然后呢 哪一列 最后相成的结果 OK 那再来的话呢 你可以看一下上面还有一个 就是说呢 另外一种做法 就是说 如果上面有1到9 1到9 也可以做出一个就证画表 但是这一题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有点复习我们前面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 这个设定格式条件是什么 如果我希望 横向 对角线 跟对角线呢 它设定的是 就是那个填一个颜色上去 不过这个填颜色不是你手动填 而是利用设定格式化条件把它填出来 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 所以请各位呢 也许先试一下 刚刚讲的那个99乘法表的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如果说我现在要产生那个1乘1等于1的话 那第一个呢 你可以插入那个 简式以参照里面的column 函数 它会自己抓到它现在在哪一栏 所以你会用1 有没有 现在在第1栏 那乘的话 你可以串接一个什么呢 一个x当乘号 一个x 串接再来就是 再串一个roll 这个把它改一下 输入那个roll函数 小瓜糊 这个时候如果你把它打过的话 1乘1就出现了 那等于的话再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等号 等于 最后的话串一个什么 两个最后相乘 现在是看到的 那我如果要真的把它相乘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 Ctrl C 贴到后面去 把串接符号 改成成号就可以了 把它两个相乘的结果 放到那边去 应该可以看懂那意思 那打勾之后的话 OK 把它自装好了 这样不要OK 那其他就不用做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我向右填满的话 它会自动抓到第二 所以它会变二乘一等于二 有没有 所以向右到这边好了 有没有 向下到九放开 九九八十一 所以你会发现 Carlene跟Row 做一次 其他就自己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会根据 他现在所在的栏跟列 自己去抓到 应该要的资料 把它放在 那个我们的公式里面 就秀出来的结果 OK 第一个 第二的话 请各位做第二个变化题 这个的话 上面自己再加 一到九 输入一 Ctrl键按住拉过来 Ctrl键按 然后中间也许 把中间这一块 加个表格好了 把它加个表 那如果我希望 做出来结果 也是九九成八百 但是这个地方 不是用Carlene跟Row 而是什么呢 而是用上面的值 所以上面的值等于什么呢 等于1 对不对 然后乘的话呢 就是一样串接 end 这个一个X 然后再end什么呢 end这个 1乘1 等于 再串end 等于 两个相乘 到底跟刚刚一样 所以我做法跟刚刚一样 CtrlC CtrlV 把中间这个串接符号 它改成乘号 两个相乘 打勾 但是问题来了 向右 刚刚是不用锁了 现在怎么样 现在不锁就Value错误了 向下呢 也错啊 全部错 为什么呢 到底很简单吗 因为如果你向右拉的时候 A蓝的资料 不能动 向右拉的时候 这个A蓝不能动 向下拉的时候 这个裂号不能动 这个里面的值 不能变更 所以我们如果说 要让它 我们一个来 先向下 向下的话 基本上 你只能怎么样 上面这个位置不能动 不然的话跑掉 所以基本上 你就必须把什么 B1 这个部分的 锁我前面特别强调 你也只能锁一个 你不能锁两个 如果你F4 两个都锁的话 你向下应该是OK的 可是你向右就不OK了 为什么 因为一直都锁在B蓝 可是我将来可能会有C蓝 一直到J蓝 那怎么办呢 所以特别说 记得 B1只能锁 列 那A2呢 只能锁什么 锁蓝 为什么呢 因为将来 我要向右的时候 那我的标题蓝 永远在A蓝 我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其实 最后 这样做完之后 把它锁起来 第一列跟A蓝 打勾 其实就做完了 我们把它向下 你会发现 如果你锁对的话 再向右 一次完成 OK 但是 如果你实在是 记不太起来 那么多的话 我交个一个诀窍 如果你的标题列 在第一列 如果你的标题蓝 在A蓝的话 你会发现 只要把第一列 跟A蓝 锁起来 其他就OK了 其他你不能说 锁两个 两个都锁就一定错 只能锁一边 哪一个地方要锁蓝 哪一个地方要锁裂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待会想一下 如果要设定格式化条件 对角线 跟对角线 我要上色 那上了颜色的话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这边好像我有做 一个范例 就这样 黄色跟橘色 那条件的话 其实你可以观察 对角线 它的蓝跟它的 它的那个 倍成数跟成数 都是一样的 两个都一样的话 有没有 那你就给它一个黄色 那如果另外一边 是两个相加 等于10的话 那就把它换颜色 那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要设定格式化条件 你前面我讲过 上面五个都不行 只能用最后一个 第六个 但是问题来了 你要怎么样 可以刚刚好 你设定好条件之后 它会按照你要的结果 帮你显示出来 OK 先想想看 试一下 那这个第一个 是用Colin跟Row 第二个的话呢 是用上面有 那个我们一到九的编号 那也就是我会产生 一到九的那个标题栏跟标题列 那做完这部分之后呢 再想想看 如果我要设定格式化条件 那又要怎么做 我这一题是没有特别讲到VBA 其实如果也可以用VBA 按下去 自动帮你画出一个Tusers乘法表 那当然这地方 前面我们是For I 等于一到九 其实里的话 可能要需要一个J For J 也是等于一到九 那一个是代表列 一个代表蓝 那你也可以 那VBA也可以 只是说VBA 还是延伸性的题目 请各位也许可以试试看